在港边钓客们一手干钓鱼 有人钓儿一丢下海 鱼儿就立即上钩 而熟悉当地海域地形的主人 更是爬上港外的椒盐 钓比较大型的鱼 长边江乌斯比港澳边 在台风过货突然出现一些渔情 主人表示 主要受到台风的影响 造成海边的浪及海流还不稳定 同时海水浑浊 疫情就会特别游到岸边 罗藏或密实 这边的水浑浊 钓客们所钓上来的鱼 主要为体型大约十几过分厂的三线鸡鱼 主任表示这种鱼不但可以煮成美味鲜鱼汤 更可油炸食用 腌制后晒干更可以久存 台风虽然会带来灾害 但也会带来意外的礼物 主任也表示 免到台风过后 就会有一些人想到港区坐边鱼鱼或钓鱼 希望增添家庭餐厂上的美味佳肴 但呼吁主任 台风过后期间天气尚未稳定 还是要评估现场状况 并结伴同行 避免意外发生 原始新闻 法欧人台中长兵采访报导